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大家好,欢迎收看发现科学,我是乌凯文 新冠疫情之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已经变成全民运动 但有研究发现,新冠病毒除了借由飞沫和接触传染 也能透过气溶胶,也就是比飞沫更轻的悬浮微粒传播 这种气溶胶在空中漂浮的时间跟距离更长更久 很容易成为病毒的传染媒介 到底气溶胶是什么呢,带您深入了解 走在太阳下,即使闷热,口罩还是不离口 全世界已经跟新冠病毒共存一年多 台湾人的习惯也被迫跟着改变 口罩成为出门必需品 把这些飞沫挡在口罩里面 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口罩 其实最重要的是阻挡飞沫喷出来 不要去传染给别人 疫情刚爆发时 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是 主要以飞沫及接触传播为主 但后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开承认 气溶胶传播也是新冠病毒的传染途径之一 所谓气溶胶其实它是比一般的飞沫更微小 更均匀细致的一个微小例子 那不过这种气溶胶最常发生的状况 其实上就是我们在做所谓的蒸气治疗的时候 会有气溶胶的出现 那当然我们在打噴嚏咳嗽的时候 除了大量的飞沫之外 里面也会有一小部分的气溶胶产生 其实气溶胶无所不在 当你在讲话呼吸或唱歌 就会释放出许多大小在五维米以下的气溶胶 所以新冠患者的病毒 就会跟着呼出的气体释放出去 那这个气溶胶在空气中 到底能够飘多久飘多远 这其实会根据当时的湿度而有所不同 那一般来说如果是气溶胶的微小粒子 大概可以在空气中悬浮10到20分钟的时间 那也可以飘到10公尺左右的距离 不像颗粒比较大的飞沫 会因为重力几秒内就落地 气溶胶可以在空中飘荡许久 举例来说 如果是一颗粒近100微米的飞沫 从距离地面150公分高的地方 降落到地面只要5秒 但粒近只有一微米的气溶胶 却需要12.2个小时才能落地 病毒它本身有一个生命期 所以它随着时间是 确实是会慢慢的消减 但是如果它在还没有完全消减完 它仍然保有感染力的情况下 就被另外一个可能的宿主 吸入到体内的时候 就会导致于新的感染 只要有缝隙 病毒就可能附着在气溶胶上 有机可乘 而最有效的防堵机制就是口罩 德国研究团队针对密合度做实验 发现口罩缝隙每增加1% 过滤2.5微米气溶胶微粒的效率就下降一半 当口罩缝隙增加到2% 过滤效率更差了 只剩下1% 而市面上的口罩 过滤气溶胶效果也有差别 P100口罩不常见 因为有三个地方可以调整密合 过滤效果最好高达99% N95过滤效果约95% 常见的外科口罩或医用口罩约在8成左右 但最重要的还是口罩的佩戴方式 戴不好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 除了口鼻 其实眼睛也可能会接触到 承载病毒的气溶胶 要防堵无孔不入的病毒 目目镜 口罩 戴好戴满 才是最简单的自保两方